第385集 黑色蛟龙身受重伤 飞行的时候身子摇摇晃晃的 速度并不是很快 张叶凭着风之意境 绕了一个大弯 先一步赶到了那个湖泊之上 收敛起全身其心 等待着黑色蛟龙的到来 二十多个呼吸过去 黑色蛟龙缓缓地飞过来 长长的身躯之上 鲜血不停地滴下来 染红了大片的土地 张叶屏住呼吸 取出了玄水真弓 将三只长剑 打到了玄水真弓上面 待黑色蛟龙飞到十里之外 他将全身的天和正气 统统灌注到三只长剑之中 然后手指一松 三只玄水真剑飞出去 三只玄水真剑 化成了三道黑色的蛟龙 刹那间撕破了虚空 朝着黑色蛟龙而来 黑色蛟龙知道 自己遭到了袭击 暴怒之下 发出了一声巨吼 同时 六千丈长的身子之上 冒出一层淡淡的雾气 这层淡淡的雾气 正是他力量显化而成的 有着强大的防御力 张叶距离黑色蛟龙 只有短短的十里 再加上玄水真剑的飞行速度 又是快的出气 黑色蛟龙重伤之下 根本无力闪躲 三声巨响之后 三道锐利的玄水真剑 竟然穿透了他的防御 正正地射到了他的腹部 鲜血飞降而冲 黑色蛟龙突然遭遇到重伤 身子从空中掉下来 见到三剑命中 张叶化成一道流光 刹那剑越过十里 手里的断浪刀 射出一道数十里长的刀钢 狠狠地站到黑色蛟龙的身上 几连受到重伤 黑色蛟龙瞪时疯狂起来 张口发出一声 天崩地裂的巨吼 张叶距离蛟龙只有两三百张 被黑色蛟龙的巨吼震了一下 蹊跷都流出了鲜血 体内的气血都翻腾不休 张叶气血翻腾的时候 黑色蛟龙大嘴一张 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张叶只感觉到身子的四周 都被黑色蛟龙凝固了 连抬下手指头都困难 更可怕的是 随着黑色蛟龙的呼吸 张叶的身子竟然不由自主地 朝着蛟龙的嘴巴飞去 好厉害啊 这条蛟龙重伤之下 战斗力只怕连平时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居然还有着如此可怕的势力 张叶心头骇然 体内的天河正气疯狂地爆发 身子陡然在原地旋转 化成了一道龙卷风 然后借着旋转之力 手里的断浪刀射出一道粗如水桶的刀杆 狠狠地刺向蛟龙的嘴巴 黑色蛟龙没想到 在他的控制之下 张叶居然还能够动手反击 他大吼了一声 嘴巴里射出了一道黑色的水柱 将张叶的刀杆轰散 这时候火灵终于出烧了 他趁着黑色蛟龙张开嘴巴 射出黑色水柱的尸击 斗然间喷出了一口淡青色的火焰 砰 这口淡青色的火焰 乃是火灵全力一击 火焰之中的温度之高 足可以将一只小湖泊烧干 黑色蛟龙猝不及防之下 嘴巴瞪时被火焰烧了一个正兆 熊熊的火焰 在他的嘴巴里疯狂地燃烧着 蛟龙的嘴巴像是火炉一般 黑色蛟龙的嘴巴 连续被火焰烧着 等时痛彻心扉 身子疯狂地打滚着 张也趁着这个时机 挣脱了蛟龙的束缚 施展出无影刀 连续斩出了数十刀 黑色蛟龙与独眼巨兽战斗之后 身上的伤口极多 张也这数十刀 每一刀都斩到了伤口之上 数十道灵力的刀缸 涌入到蛟龙的身体之中 摧毁着他的生机 斩出最后一刀 蛟龙的生机终于慢慢地散进 张也收刀落到地面上 只感觉到全身上下都是鲜血 刚才蛟龙受痛之下 连连地吼叫 他没吼叫一声 张也的气血就翻腾一下 数十刀斩下来 鲜血像是泉水一样 从他的蹊跷中流出来 染红了他的全身 在火灵的指点之下 张也剖开了层层胶皮 将蛟龙的内丹取了出来 蛟龙的内丹 足有脸盆大 通铁黑色 表面上缭绕着一层淡淡的水屋 张也敏锐地感觉到 内丹之中 竟然蕴含着一种 威严的气息 看来 这四气息 就是刀军意志了 火灵和张也合力 将蛟龙尸体收入到火灵界之中 火灵说道 你的伤势不轻 看来 只能是先找一个地方 恢复一下伤势了 那头受了重伤的毒眼巨兽 只能是先犯过了 张也知道 自己身体已经受了重伤 战斗力大减 这时候去找毒眼巨兽 简直就是送死 当下 点点头 说道 好 我先找个地方 恢复一下伤势 你也吞付几个酒液 粒养果 好好提升一下实力吧 废墟之中 一头高达七百丈 身长超过两千丈的毒眼巨兽 正在大地上飞奔着 远远看上去 就像是一座正在移动的山峰 毒眼巨兽 正全速飞奔 前方突然出现了两个青年人 两个青年人见到飞奔而来的毒眼巨兽 瞪时眼睛一亮 脸上露出了细色 一个高鼻子墨的青年 发出了一声长笑 独眼悬疑牛 刀钧废墟之中 居然存在着这种 上古遗留下来的异种 得到了这头独眼悬疑牛的那一弹 我子墨侯的修为 提升到真道六冲后起 简直就是艺术反掌 旁边的那个青年 看着自己乌黑的双手 皱眉的 子墨侯 这只毒眼悬疑牛 我铁手侯也是有份的 子墨侯哈哈一笑 铁手侯 这只毒眼悬疑牛 他的眼睛有着种种的妙用 不如这样 内丹归我 眼睛归你 你觉得如何 铁手侯缓缓地点头 说道 好 我们联手起来 先将这头独眼悬疑牛 斩杀掉 两大年轻强者对视一眼 各自取出兵器 子墨侯取出来的是一长一短两柄剑 长剑赤红似火 短剑却是通体乌黑 铁手侯这时候 取出了一对手套 套到自己的手掌之上 手套套到手掌之上 铁手侯的手掌 当时变得乌尘尘一片 阵阵可怕的气息 从双手间传出来 铁手侯的目光 紧紧巴巴地盯着独眼悬疑牛 双手在虚空中压下去 陈鹤道 给我定 方圆百里的天地元气 被铁手侯调动起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 正正压到独眼悬疑牛的身上去 独眼悬疑牛猛然间被压中 身子微微地一沉 速度正是慢了下来 不过 他的力量之大 圆圆超出了任何的真道高手 感觉到有人攻击他 他发出了一声巨吼 身上陡然出现了重重的白光 乌光 重重地轰到铁手侯的手上 轰得铁手侯 嘴角都露出了鲜血 铁手侯脸色极变 双手冒出重重的乌光 拼命地压住独眼悬疑牛 喝道 快 我无法支持了 独眼悬疑牛 身躯庞大 力量之大 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铁手侯能够将它压得动弹不得 这种力量堪称是实力了 哈哈哈哈 杀 紫木猴手里的长剑 划成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破开了重重虚空 斩到独眼悬疑牛的身上去 而他手里的短剑 却是脱手而出 直直射向独眼悬疑牛的鼻子 牛的身躯庞大 力大无穷 但它们通常都有着一个弱点 那就是它们的鼻子 只要攻击它们的鼻子 就可以快速地获胜 紫木猴虽然知道独眼悬疑牛的弱点 一出手就朝着它的鼻子而去 咻 紫木猴长剑发出的剑钢 正正刺入了独眼悬疑牛的额头 而那柄短剑却插入了它的鼻子之中 一路朝着心脏而去 将独眼悬疑牛的生机斩断 啪 这头战斗里堪比真到七重高手的独眼悬疑牛 竟然在一个照面间 就被两个年轻强者杀掉了 两大年轻强者哈哈一笑 紫木猴看着独眼悬疑牛的尸体 阴森森地说道 想不到紫灵狱的刀钧废墟 竟然有着这种宝贝 紫灵狱的人连一头牛都杀不死 证明他们个个都是废物 这种废物 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到刀钧废墟 铁手猴目光一闪 说道 紫木猴说得对啊 我要利用三个月的时间 将紫灵狱的废物 一个个都清除掉 让他们知道 我黑云玉强者的厉害 一个隐蔽的洞穴之中 张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经过六个时辰的疗伤 他身上的伤势终于恢复过来 并且修为隐隐间又有了进步 心神进入到火灵界 只见火灵正静静地修炼着 服下了两只九叶烈阳果之后 火灵身上的气息强大了不少 从气息上看 他的战斗力 已经堪比真道五重中气的高手了 张叶新年微微一动 将那蛟龙的内丹取了出来 灵觉成熟到内丹之中 只感觉到一股威严而幽远的气息 从内丹之中传出来 他的心神接触到这股气息 竟然微微地颤抖起来 好强横的气息 这股气息像是刀一样斩来 正是刀军的意志 张叶的心里又惊又喜 细细地感应着这股气息 上古强者的精神意志 已经深深地唠刻在身体的每一个地方 万年不朽 一些特别强大的上古大难 只要有一根头发 或者是一滴鲜血保存下来 即使肉铁化成了灰飞 他们也能够再一次获得心神 刀军乃是上古强者 他使用过的刀都对张叶有着极大的帮助 现在他的这一根头发 对张叶的帮助将会更大 张叶细细地感应之下 终于锁定了刀军遗留下来的意志 这次刀军意志之中 似乎包含了刀军的记忆 不过 这次意志 异常地凝聚 要想获得其中的记忆 就要练花这次刀军意志 张叶细细地感应之下 心中若有所悟 张叶的心神一动 开始练花刀军意志 随着练花 张叶十海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脸色冷峻的子虚中年人 子虚中年人 绒色冰了 喝到 谁有这么大的脸子 竟然练花五的意志 说 随着子虚中年人的声音 一道无法形容的刀光 朝着张叶切过来 这一道刀光 明明是简单之计 张叶却是怎么都无法避开 骇然之下 张叶一掌尾刀 凝聚了全身的力量 施展出威力最大的自创战绩 破云一刀 刀光正正斩到张叶的手掌之上 张叶只感觉到脑海一震 脑袋嗡嗡一片 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痛苦 弥漫了全身 差点就要失去知觉 好可怕 这次刀军一掷 乃是数万年前遗留下来的 居然还有着如此可怕的威力 好可怕的上古强者呀 张叶的心头狂跳 忍不住就要收回精神力量 退出石海 这时候 那个子虚中年人 微微地移了一声 他的目光凝视着张叶 说道 小子 你居然能够接下本刀军的一击 而且 你施展出来的刀法 与本军的刀法 居然有一丝相似 你给我说说 刚才施展出来的刀法 是不是你自己创造的 张叶这时候 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离开石海 心中不禁地暗暗叫哭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说道 我有幸得到前辈的一柄碎刀 刚才的刀法 正是我根据碎刀片中蕴含的意境 自己创造出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仔细中年人狂笑一声 说道 小子 你的悟性不错 本人 乃是本体遗留下来的一丝意识 如果你能够得到我的记忆 你的刀法将大大的进步 不过 我刀钦纵横一世 所有的刀刀感悟 都是老夫辛辛苦苦得来的 即使陨落了 我的记忆 也不能轻易地拱手让人 小子 本君现在还能斩出两刀 你接下我两刀 本君的意志就会消散 记忆也就归你了 如果接不下 那么 你就给本君 死了吧 看到 子虚中年人一仰手 又一刀刀光 无声无息地斩来 张爷知道 现在已经到了生死一线 如果他无法接下刀钧的攻击 他的尸海将会破碎 魂飞魄散 死无葬身之地 爽 张爷再一次 一掌尾刀 施展出破云野刀 子虚中年人施展出来的刀法 蕴含着一种旋着又旋的意见 简单 而可怕到极点 只有破云野刀 才能够抗衡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